今天我們有一整天的早上的研討會 做檔會、下午還有工作坊 今天這個幾乎很難得 我覺得大家非常踴躍出席我們永春皮的這個設計的計畫 在市政府還有大地工人處的支持之下 我們希望讓永春皮呈現更多的生態跟在地的風貌 所以也謝謝我們大地工人處的支持 那今天我們先歡迎我們在座很多老師 像陳昌霍老師還有黃宇波老師 還有郭成木老師還有祈師林祈師 還有我們區長有區長還有我們黃里長 黃里長也在現場了 黃里長歡迎你 那大家早齁 那今天的程序我待會再報告 但是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貴賓 所以我們處長一塊來參加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先用熱烈的掌聲讓我們處長給我一句話好不好 來 各位鄉親各位先進大家早 我是大地工程處林之鋒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大家來一起參加我們永春皮的這樣子的活動 那永春皮說實在是台北市難得有一塊是 雖然說中間過程當中我們之前是軍營在使用 但是其實他現有的這個生態啦 或者是他的這個水系的這個方面的部分 都還保留著一個原有的這個風貌在 那希望說藉由這次我們把它一個施地的計畫 是不是能夠再把原有過去這邊的生態環境 再做一個歸入的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過去的市政府我們這方面的經驗比較少 那所以我們今天委託劉老師 那也今天也請邀請到老師們一起來跟我們做一個會談 那希望說能夠給我們一些指導 那作為我們未來呢 對這樣子的一個 私地的富裕的工作 做更好的一個方向 那也能夠朝未來把這樣子的台北市 一個難得的一個私地的發展 所以如果還有其他的個案的話 做大家另外一個指導的參考 那今天我想非常難得的 有很多的老師來指導我 所以時間非常滑會 我就不多說 非常歡迎大家 那也希望待會在會談的過程當中 大家一起給我們一些指導指教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處長 其實今天有一部分的夥伴 跟我們新醫生 大家也有合作 我看立點也到了 還有我們鄭老師也在 好 鄭老師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整個流程 第一個是剛剛處長公文講幾句話以後 我們待會會有一個永春癖的環境介紹 然後讓我們的張經理做這個尺度的介紹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早上有兩個部分 前半段的部分是我們邀了三位老師 就是郭老師 因為他用比較是更大尺度的大特別尺度來談 跟西醫丘陵跟他的一個生態的特殊性 那第二位就是黃老師 歡迎郭老師 他對私地的環境 跟很多生物的一個認識跟串聯 有很重要的一個理解 譬如他用世壽山跟基隆之間 對於生物的影響 還有我們在地的鄭老師 從技藝區過去的重要產業 煤炭農業水菌皮糖等等 來談一下我們永春癖的一些任務 那下半段有將近我們六十分鐘有六位 早上的是三位老師 還有我們另外邀請四位 就是師弟的陳德宏、陳老師 還有陳張波老師 那宇宏管理的林邦輝、理事長 那生態部分就是早上的郭老師跟黃宇波老師 跟文化面向的鄭老師 那這個部分會有精彩一些對談 最後我們留三十分鐘看看在座的夥伴們 對我們早上的這些問題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疑問可以來做討論 那下午到我們的工作坊 那今天大概先 早上其實是有一點跟大家討論一些 叫課題上面、問題上面的議題 還有我們希望有一些對於未來生態上面的理解 那下午在座的好像也有 將近有四十幾位朋友 快參加我們下午的參與師工作坊 讓早上這些內容可以 所以要翹好再做一些更好的討論 那今天其實我們把第一、第二、第三排 稍微控一下 不是說不讓你們坐前面 因為我們試過前三排沒那麼舒服 所以大地共同處就很委屈一下 我們夥伴坐了第三排 那我們大家好今天聽你講 舒服的位置是第四排以後 所以我們就來先聽聽看整個環境的介紹 也許大家不知道 永春比現在的環境跟以往的一些歷史 跟未來其實是政府對它的一些期待 那我們請我們的專案的張經理來說明一下 分享一下我們永春比的現況